在80年代流行的日本Chelsea彩絲堂廣告歌 由香港歌手陳美玲主唱 年輕一代即使沒聽過 都可能認得經典的黑底彩色花花糖盒 彩絲堂在1971年推出之後 深受市場喜愛 不過在面世53年的今日 名字公司證實 已經在2月底停產彩絲堂 並會在3月停售 包括合桑奶油味和乳酸味 以及代桑的綜合口味 令到一眾糖果迷都大感不捨 根據研究公司統計 彩絲堂在2002年之後 銷售額最高峰達到近1億3千萬港元 但去到2022年 銷售額已經降到大概2千6百萬港元 名字都認為市場環境和顧客需求有變 導致彩絲堂近年銷售低迷 不過有支持者就認為 比起推出新產品 彩絲堂能賣超過半個世紀 已經證明它的吸引力